BGM 好了,朋友!又是教大家煮小飯的時候 這次玩什麼呢? 小弟的老闆就買了一盒 青口來挑戰小弟 在Costco買的 就5磅一盒,兩公斤 土產,因為特別便宜 在蘇格蘭出產的青口 主法其實很簡單 主要是預備一些牛油和蒜蓉 就完成了 買回來的時候,最重要是洗一洗它 還有燜走的青口,騷擾它 洗乾淨之後,就放入鍋裡煮 其實真的很簡單 不過我會全程為大家拍攝,告訴大家怎樣做 如果同一時間跟大家說 英國青口便宜,有很多普通的Costco市場 都可以買的 而Costco市場買的那些 其實已經準備好了 裡面已經有蒜蓉汁或者白酒汁 放入鍋裡 然後攪拌了它 大概煮5-10分鐘 它熟了你就能吃 其實不洗都不用洗 而且都不用處理 但是小弟家裡買這個 就要洗就要處理一下 我現在洗乾淨它 然後我再煮給大家看 就是這樣 大家畫面上面看到了 已經開了盒 其實都很乾淨一下 不過主要來說 就是它有很多這樣的酥 你就要慢慢炆它 所以就麻煩一點 要逐個逐個逐個拆些酥出來 還有你有時候 那些殼有少少青苔 你便洗一洗它 盡量清潔一下它 就可以了 本身都很乾淨 大家可以看到 OK 那現在呢 大家看到了,我都在洗了 OK 那待會煮的時候再拍攝 就是這樣 好了 那就教大家開鍋煮 怎麼搞呢 首先 這鍋 先熱一下 先熱一下 不要太熱的 OK 然後呢 熱一下這鍋之後呢 你就 撒些牛油下去 因為牛油是低減的 所以很快溶的 你看到 你要快手 OK 是一樣的 然後呢 然後呢 你的蒜頭也是 放一半下去 不要放太多 因為呢 你要添一半第一半 這樣 怎樣 就是添一半第一半 你首先 放一半 在底部 炒上它 然後呢 等待呢 當你放了青苔下去的時候 再放另一半 看到了 還有你的牛油呢 要 開光 不要太慢火了 好 OK 差不多了 將青苔放進去 就要倒一下 你見到了 它有些水 來的 那你就要開些晚火 因為呢 同時間呢 要倒一下它 很多啊 兩公斤 吃得死的 那通常呢 如果你說坦坦的 便宜的吃是抵的 為什麼呢 這裡5磅2公斤 你煮好了之後 然後再自己煮一盒意粉 拿來拌意粉 那就一餐了 大概也是那一句 六七個牛 整家都吃得飽 好 那就是一流 你煮一煮之後 OK 再放另外一半蒜頭 腸的味道 比較香一點 加多一點牛油 那也是那句 最後呢 如果你說鹽的味道不夠 你可以加些四方芝士 放進去 這樣呢 你搞定了它之後呢 就關鍋了 這樣就慢火煮起它 大概五至八分鐘 你看一看它開不開 開蓋呢 這樣就可以了 很快手就搞定了 可以跟大家說的就是 如果一般西人的話 他們會怎樣 搞青口來煮來吃的呢 這個呢 蒜蓉牛油呢 是最傳統的煮法來的 西人呢 有時候呢 他們可能會加些 叫做煙肉 切碎了些煙肉 還有呢 加些洋蔥粒 下去呢 這樣來 兜一兜它呢 也是一餐 啊 美味的 晚餐 或者美味的菜 這樣 這樣也是的 可以配意粉 拌意粉 一流的 OK 那我停一停 待會呢 這時候我再拍給大家看 好了 現在呢 就煮了大概五分鐘左右 五分鐘左右 哈哈 不知道你們說什麼 大家看到了 那些蓋子已經開了 那我會做些什麼呢 我喜歡濃味 加些四方芝士 再加些少許鹽 下去了 因為你馬上它出水 其實有時候 加多一點這些 咸味的東西都OK 還有呢 這次呢 我也是煮飯吃 不是煮意粉 那意粉 有時候呢 只是牛油 蒜蓉 那樣 看到呢 其實是很多水 因為 青口會出水 還有呢 小弟呢 比較懶 剛才大家都看到了 我沒有撈乾水 一般如果你自己做 你記得呢 有一樣東西 你洗完之後呢 要撈乾水 那不然呢 就像我那樣 變成一個青口湯 那當然啦 如果你意粉的話呢 有些人是喜歡 青口湯意粉的 那這個是幾好的 對不對 但是如果我那樣 配飯過呢 做一大鍋這些青口湯 就不太美滿了 OK 又生蓋了 又再焗一焗它 再煮一煮它 為什麼要煮這麼久呢 雖然不開了蓋 因為危險啊 那些光鹽的東西 不要以為英國沒有啊 就是 那些 以為是水橙 清潔啊 始終這些 貝殼類的東西 真的小心點 我不是開玩笑 那所以呢 我再另外煮多它三分鐘 那就 吃得了 就是這樣啦 好啦 時間到了 開鍋 大家看到了 哇 靚不靚仔呢 就是 抵玩啦 兩公斤 青口 成為 英磅五磅 加上 一些 蒜頭 即是要一塊蒜頭切碎 切到蒜蓉來煮的 一塊蒜頭 加上一些牛油 這樣 真是六七磅 搞定 加上意粉 配上去 一流 正 好啦 就是這麽多了 多謝大家的時間 先這樣 拜拜